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间又发生了小规模的坦塌意外 高工局连夜加紧抢修 而国一转国三不通 大批的车流就改从基于迈金路 往大五轮方向上国三 造成了迈金路上午塞爆 救护车也卡在路上 提醒驾驶人这几天要提早出门 预计上班时间会比平常多1.5个小时 上午7点多迈金路出现车潮 车辆好几次静止不动 无法前进驾驶人只能等待 整条迈金路就像大型的停车场 数百辆车只能缓缓前进 机车组找空隙钻啦钻 最苦的还是等客运的上班族 因为客运迟迟都没来 就是它一直塞在这边 而且刚刚还看到旧物车整个都被塞住 然后它要过的时候车要往前 它就用个空间可以去将它那一个 让一条路出来 但这样子很容易造成你会的旧原始色 因为车子塞太多了 而且那时候救护车还很敏抵 结果其实整个都过不去 车到国道1号南下10.1公里 边颇摊方影响 大批车辆改从迈金路 往大五轮方向上国山 上班时间瞬间涌入大批车潮 耗资灯都无法消化 甚至连一辆救护车都卡在车阵中 今天很塞 塞了多久了 我这一趟回来比较没了 回来比较不累了 因为警察大问都今天早上 我早上遇到的 警察大问都是去交流道的附近 指挥交通 所以在我们各个向道街口 你没有看到警察 所以造成民众误议警察通通不见了 做的就是说 针对所有在市区也好 还是在我们安乐区各大主要看到的秒数 如果能警力上面去做及时性的微调 或许能够把目前 宿舍的状况能够舒缓一点 第二点就是有关铁路方面 我们都知道说现在 如果不搭到国道公车不自己开车 最方便的方式是直接搭铁路 所以佩祥在这边会建议说 市政府赶快去跟铁路局围调 看是否能让花东县的北上列车 能够暂缓他们的班次 或暂缓他们的速度 让我们在上班时间 让基隆能够 让基隆台北之间的直接通行的铁道 直接通行的火车能够更顺畅 速度更快 班次更密集 这样或许在这两三天之内 可以减缓交通组色之苦 虽然塞车情况直到9点才逐渐改善 但国道边坡抢通 最快也要到4号下班前 民众这两天上班通勤 建议提早出门 或者改走替代道路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细致段的边坡谈方 小爱爸爸谢国良就提出呼吁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加强落实检测 避免造成基隆交通重大冲击 这一次的国道边坡摊邦 影响了很多基隆民众通勤的时间 让大家上班都迟到了 过去我们在做立法委员期间 我们都有固定的要求高工局 要对边坡进行检测 这一次会摊邦 是不是这些检测 在最近都没有具体落实 甚至没有人在做这些工作 以至于这些边坡 现在发生了摊邦 这些都是我们要来检视 跟要了解责任归属的 半个月内连续受两次台风 和东北季风共办效应的影响 企图区泰安路边坡遭到严重的破坏 市府方面先临时抢救 市议员杨秀玉也特地到场关心 半个月内连续受到两次台风 和东北季风共办效应 降下好大雨的影响 企图区泰安路边坡遭到严重破坏 基隆市政府方面 已经先做好临时抢救警告的措施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也非常重视 特地到现场关心 相信不要说 现在要赶快进行 赶快通知的话 要赶快把这些 第一个步骤就是 要把这些土方赶快运行 现在先进行 要先把土方运行 再来之后再慢慢的 要做这个 所谓的公司 对不对 你有中间变成这个 我希望说 尽快的 就是把这些土方 运到别的土方去 然后先把路抢 都在这 市政府方面表示 这段道路边坡 必须等到好大雨 暂些之后 才能继续进行 抢修复旧工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这一年来看 中山区西定市场外的 编沟沟盖 因为恐袭较大 有民众就向市议员 庄敬盛反映 容易造成行人半岛受伤 因此庄敬盛也特地办理会堪 将争取预算 重新整修 维护行人的安全 中山区西定市场外面 编沟沟盖 因为孔隙比较大 有民众向市议员 庄敬盛反映 容易造成行人半岛受伤 因此庄敬盛特地办理会堪 将争取预算 重新整修周边 大约60公尺长的编沟沟盖 维护行人的安全 常常有民众 因为这样行经该路断 造成那个孔洞 可能有的脚比较小 甚至有些小朋友 造成那脚去卡在脚踝 卡在那个水沟的缝隙里面 这个已经有长时间 已经没有维修了 有很多甚至钢筋裸露的状况 我们今天会看 我们希望我们金融市政府 很赶快来重视这样的问题 在未来西定路所有的自来水管线 更新之后 我们一并将这些海水沟群 一并来更新 庄静盛表示由于西定路将进行 脑旧自来水管线更新工程 建议相关单位能够同时施作 编沟整修更新工程 减少施工期间的交通困扰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疫情发生后 线上教学成为教育的重要一环 为了要协助金融学子自主学习 金融市政府与阳明交通大学 签署委托协议书 将合推高中职数位教学平台 提供全市12所公私立高中职 规划符合各校需求的课程清单 让金融学生可以更广泛的探索 兴趣获得更好的学习发展 金融市副市长林鸿发 与阳明交通大学校长林祈宏 共同签署委托协议书 为了帮助金融学子自主学习 金融市政府与阳明交通大学 合推高中职数位教学平台 将提供金融市12所高中职学生 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弹性自主 与深度学习的机会 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同学 让我们的学生 在学习的阶段 就能够有更广泛的 更多元的去探索他的兴趣 跟他所想要去探索的这个领域 这整个中心的想法 当然也跟108课纲所接触的 就是自主学习 其实自主学习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终生学习 那这个全人教育 我想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记者会现场也请来两名安乐高中学生 分享使用EWON数位教学平台的经验 课程的课后也会有一些小测验 可以来检视自己上课听讲的情况 而且因为EWON上面的课程 都是线上上课 所以它其实不受到空间的影响还有限制 这本课程也有一些实作的部分 我认为EWON这个平台的教育方式 非常适合现代学生的自主学习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这一次合作定于111学年度开始实施 由阳明交通大学协助金融市 这12所公私立高中职 在EWON平台建立数位教学专区 学生自主选择课程 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学习 完成课程的同学还可以获得 金融市政府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共同署名的证书 丰富学习历程档案 记者张启腾接下来报道 我是同志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新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恳请支持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民众的家里 都有饲养宠物 本身是财犬Tony爸爸的民进党 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特别举办毛小孩之夜 向市民宣布宠物的相关政策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带着 领养的乐乐及Maru 与金融市长林又昌一起参加直播 小英总统与毛小孩们的互动 温馨有趣 一起来看看 总统蔡英文抛出零食 满路顺利接住吃到 还与企图犬退役的乐乐 开心的玩丢球游戏 这是由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举办的毛小孩之夜Live活动 特别与金融市长林又昌一起邀请小英总统 带着爱犬到胡仔山咖啡 边欣赏金融的夜景边品尝美食 蔡世英也带着他四岁的爱犬Tony与慧 并分享当了狗爸爸后的心情 有了Tony之后 我觉得人生做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我跟我太太 我们要帮忙 要帮忙他拔死保尿 那另外就是一定要帮他准备他的餐食 很多人会用狗粮的方式 那其实我认识了我们老大的素鲁 所以他就建议我们有更多的先食 可以来准备给我们家的Tony吃 那我也很感谢我太太 因为很多时候晚上回到家比较晚 都是拜托我们家的Tony 我们家的Tony妈妈 帮忙他准备他的餐食 不然的话等我们去他可能会二肚子 牛昌市长则带了领养的 林吉米利牌共襄盛举 牛昌表示 金融市近年来在宠物照顾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 更有次资近一亿的五星级宠物银行 即将完工启用 让收容动物的生活环境大幅改善 这个宠物银行如果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收容150只的犬只 然后50只的猫 那他的一个收容空间 包总统我们比中央的标准 5平方公尺还要多出50% 达到7.5平方公尺 所以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图片 那个是犬只的犬舍 非常的宽敞 而且很通风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户外 2000平的户外的活动空间 我相信这应该是在其他县市的 这个宠物银行 应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赛世音也在直播中提出 他的友善宠物政策 包括各区辟件宠物公园 以及毛小孩植入晶片 绝育手术 与第一次疫苗注射都免费的证件 希望让基隆市的宠物更健康 更幸福 台湾目前有毛小孩的家庭非常的多 所以是因为在这次的选战过程中 我特别提出了毛小孩的证件 在这边有清楚的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未来能够在基隆 也要来开辟我们的宠物公园 那目前基隆市政府 也在目前已经在做规划当中 是因为来希望理想中的宠物公园 将会是全台湾设施最好的宠物公园 不但只是让基隆的毛小孩 来这边敞扬之外 我也期待让更多外县市的好朋友 带着他们家的毛小孩 来到基隆 那过去四应也曾经获得 动保盟的推荐为优秀立委 所以我不是只有公督盟推荐 我是优秀立委而已 动保盟也推荐我优秀立委 所以我对于毛小孩 宠物的部分 我是非常有心得的 那另外呢 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好宠物的管理 以及宠物的健康 宠物的管理跟宠物的健康 所以我推动基隆市政府 要全面来推动 植入晶片 绝育手术 跟首次疫苗的三个免费的政策 那主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希望做好宠物的管理 以及宠物的健康 希望未来的基隆 不是只是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让基隆人觉得光荣之外 我也希望让基隆的宠物 也觉得他很光荣 因为他比其他外线市的宠物 更加的健康 领养两只猫 四只狗的蔡英文认为 身为毛小孩的家长 蔡世英更能体会 毛小孩所需要的环境 如果想要让基隆市 成为真正友善宠物环境的 友爱城市 那选择蔡世英一定没错 对这个照顾狗狗 这个对Tony Tony起了很大的作用 亦师亦友 他更能够体会说 我们的毛小孩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需要什么样的照顾 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贴心 会帮忙照顾我们毛小孩的市长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基隆将来是一个毛小孩友善的环境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的话 那选蔡世英就没错了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表示 蔡世英提出的宠物相关政策非常有感 结合政策并扩大金融市政府 近年推动受到欢迎的狗狗生友会 就可以照顾到更多的毛小孩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未来要持续推动海洋保育的工作 基隆市府与海洋保育署合作 办理首届基隆市海洋公民科学家的培训 四场次的活动在开放报名后 一小时内额满 共培育出56名的潜水职工 共产出了1000张的水下生物照片 未来将提供学术单位进行生态研究 只能说它一边玩乐 那也可以一边有这种教育的功能 让它对于海洋能够有初步的了解 水底下一张张美丽的画面 地点在朝近保育区内 摄影爱好者透过水底摄影 记录下1000张正位照片 这株珊瑚上面就发现了几只指引虾 然后慢慢的靠近 因为这些虾子它跳动能力很快 那慢慢靠近之后就拍下来这张照片 那这张照片基本上除了 有把虾子很重要的身体结构拍出来以外 其实刘珊瑚这边的古增的构造也有拍到 所以加上整个构图是比较艳丽丰富的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才有机会被选出来 推动海洋保育 金融市政府举办了8T次的海洋公民科学家培训课程 一共培训了56名公民科学家 透过公民科学家专长 记录水底下真位照片 其中有潜水之工 首次在朝近 进入到日本渊轰 与日本虚杀的出现 这些真位照片将提供给学术单位进行研究 所以第一阶段其实金融市政府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去找出了这些公民爱好者 透过专业性的一个上课和培训以后 让他知道说一张好看又美丽 而且还可以结合科学研究和分析的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其实对于科学研究上非常的重要 毕竟科学家对于包含从政府或国际上争取到的计划资源又少 人力的又少 所以相对如果我们相关的公民科学家 如果他透过他平常的喜好和嗜好 然后进入到不同的可能调查场域的时候 透过他基本上花的他自己兴趣所拍照 出来的所有照片 只要角度对环境对 这张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可以供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是基隆大力的推动海洋公民科学家的计划 那最主要原因是希望我们透过课程 那培育我们热爱 喜爱潜水的玩家 让他们能够有意识的有计划的下去做潜水 那协助市政府跟我们研究单位去记录海底的生态 那因为他有受过课程的培训 所以他的拍起来的照片 那都是可以为研究人员所用 那我们研究人员就可以透过这些照片的变化 去研究海底生态的相关的科学 基隆潮境保育区内拥有丰富的生态及多样性 透过这些公民科学家参与 进行基础调查和影像记录 也为海洋资源永续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再来看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提供渔民与渔民团体加工技术的辅导 协助建立初级加工产品的标准制成 获得行政院农委会农村再生计划的补助 也相对提拨了1100万元的配合款 成立了北区第一座水产加值打样中心 期待延长水产品的赏位与价值保存期限 协助渔民产销都能加值 全自动鱼类开备机 真空油炸机等多样仪器设备 开发在地食材的新需求 不只协助渔民跟着主任来到另一间 大型真空微波烘烤等设备也可以协助农民 它产品在这上面的话 随着旋转的过程 它会车中真空微波的方式 把我们的水分拖干 所以它是要做真空微波干燥剂 而且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把这些所谓的农作物干燥 设在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工程馆的 北区水产加值打样中心启用 目的在协助渔民或农民 不论是初级加工或深度加工的农鱼产品 海大都可以协助制作 本学校农民同心在111年 还有110年能够获得 我们的温柔委会把这个1000万的辅助 来配合这个灾灾品 把教育打样中心的这个设备 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整理跟重建 使用一条红一条片的整个方式 来协助我们的农民 海大食科系处认吴章哲指出 达样中心整合海大内部资源 从原料到加工 商品设计与行销 都有专门面向的科系 提供农民一阵式的咨询服务 农委会的话 他就希望把这些设备的费用 拨到学校或是农事单位 藉由我们的学校或农事单位 来协助这些小龙小鱼 来开发产品 除了谁产品 其实是我们的重点以外 其实我们也协助了一些 其他的食品的加工的这些 那这次里面 其实我们在这次里面 有很多的 像我们这次也有所谓的发酵场 当然这不是这次的 可是发酵场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 将来我们也可以做 所谓发酵的产品的部分 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也参加接牌 鼓励渔民来深设加工厂 也可以增加渔民的收入 海大将协助农渔民 将他们很好的产品跟创意 开发出高价值的商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第三十三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 在台湾戏曲中心举行 中家宽平吉隆 荣获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颁奖 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 得奖的是 月灵聆听不容的音乐故事 出色收音让演奏为主体的表演 展现绝佳动态 细腻的镜位规划将灯光影像角色窜起 将原本的音乐会升华成为优秀的影音作品 我们首先感谢来自南投心意布农族的朋友们 他说我们一上他一定要长一段现场 那我代表 谢谢 这一个跨界合作我们代表是 感谢台湾国乐团传业中心 跟我们还有最需要支持的 就是我们曾老师 他记录了这一个布农族20年 中家宽平吉隆 这一次与台湾国乐团合作报名参加的 《月灵聆听布农的音乐故事》 荣获第三十三届传业金曲奖 最佳传统表演艺术影音出版奖 月灵是嘉宇大学音乐学系 曾玉芬教授20年来 在布农族田野采集调查季度 在台湾国乐团的委托下 邀集各领域的艺术精英 共同创作而成的布农史诗音乐剧作品 《月灵》不只是一个故事 而是整个台湾布农族的史诗 全场以布农语演出 而台湾国乐团秉持用国乐 诉说台湾最美故事的精神 扮演着重要的叙事抒情角色 将这项人类重要无形文化资产 重新复兴的生命 有我们空间让我们在台上 以布农族的文化主体 以全部布农语 完成了这一个音乐剧场 那国乐团扮演着非常非常棒的 叙事抒情的角色 最后呢 再谢谢吉隆有限电视的 这个影音的记录 才能让我们在国家歌剧院 那一次的演出呢 可以延续变成大家都看得到的 人类无形文化资产 而且赋予它新的生命 中家宽评 杰隆总经理李玉平表示 吉隆团队除了深耕基隆 记录在地的美好 曾经连续四年 拿下金氏奖最佳地方新闻奖 还有很多入围跟得奖的剧团演出 都是吉隆负责录影制作出版的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让台湾优秀的故事持续被看见 记者黄日生综合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新一区 有一名男子喝酒后 骑着电动滑板车回家 结果被警方拦下 酒册值高达0.92遭到移送 法官认为这个电动滑板车 是动力机械交通工具 如果发生事故 恐怕会有危险 最后依公共危险罪 判处男子 两个月的徒刑 想要以为是脚拉车还是什么呢 来跟你讲一下公共危险罪 他就是在讲说 你驾驶动力机械交通工具 警方在路上拦下男子 马上闻到他身上浓浓酒味 全电力的动力机械 对不对 我刚刚是看你还给人家闯红灯 他在路上那边舍醒 这名男子有三次酒驾记录 这一回跟着朋友到夜店喝酒 自称酒后不知道 不能骑电动滑板车上路 法官认定 他骑乘的是以马达运转的交通工具 若真的发生意外 恐怕会相当危险 依公共危险罪 判处两个月有期徒刑 并科一万元罚金 本分局三张离开会所远警 在今年7月份 巡逻行经松皱入时 发现一名男子 驾驶电动滑板车 在道路上面左右摇晃明显不稳 故意拦查 他有发现这名男子身上有浓烈的酒味 经追查是在本辖的夜店 零酒完毕 我就立即驾驶动力交用工具 经实施酒册 酒册值达0.92 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办 本分局在此呼吁 酒后应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或计程车 切勿心存侥幸 依免出房 依照现行法规 像是电动滑板车 电动独轮车 都不能够骑上路 都属于动力交用工具 违规可罚3600元罚单 要是酒册值超标 更会吃上公共危险罪 记者黄少民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评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报告